网络世界或者说网络红人 总是招惹一些不知道怎么来的东西 今天看大一哥家门口 有一位老人在那站着坐着 这个实际上就是想寻求一些资助 而且据说这样的无赖挺多的 所以蛮同情大一哥的 现在我们还得同情另外一位网红教授叫郑强 郑强曾经在贵州大学当过校长 现在是太原理工大学的校长 而他最近被别人给诬陷了一回 我一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假了 什么香港新闻社 这种打着类似于内地的新闻社的名号的 这样的新闻社在香港应该是不存在 但是确实人家从这个注册记录当中还真找着了 这个香港新闻社基本上就是路边社吧 造谣新闻社 这样的新闻发出来 这个郑强也写了情况说明 他确确实实和这么一个博主认识 这个博主竟然还是刑满释放人员 为了请郑强担保借一千万元 这简直是很惊人的事情 就编造了这个谣言 来重伤诬陷构陷这个郑强教授 而这不令人不齿的是 居然也有很多这个网红大咖转发这样的这个假消息 转发谣言 所以今天也已经一致辟谣了 但是确实这些大大V做的事情确实是他们自己没有判断力吗 他们看到这些不实新闻的时候没有一点脑子吗 那显然他们也是出于要构陷郑强教授的目的 所以把这些东西转发出来 似乎好像跟他自己无关 是转发的 但其实就是加剧了假消息的传播 所以这些事情在网络上还真是应该好好的管理一下